講回最後一點,我一開始怎樣說呢 問題就是應該這樣說,我們見到其實有大陸問題是非常嚴重 嚴重到這個地步,為什麼政府可以什麼都不做呢 其實很誇張,那都是幾十萬人的問題來的 譬如我南京講一句,之前說什麼替暴機制,很多社會議題 說真的影響到幾個人,那個影響有多深遠 為什麼在這些問題上,政府都可能會退下 在這個問題上,你見到政府是完全不打算處理的 那些什麼青年宿舍那些,真是浪費了,真是淡少 我猜他自己都不特別覺得要認真處理這個問題 明明就是要升到五六萬才夠,他夠膽死說 我們保持萬五這個產量就很厲害了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呢,有個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就是沒有人出來講,沒有人認真肯抗爭 我們很多時候會想像,可能就是說 為什麼會不斷有新居屋呢,你看到各個政黨都會講 福建高屋,福建高屋,問題都講過了,福建高屋 我這萬多元怎麼買啊,我是不是不用住 所以你看到其實大部份的政黨,不是全部,但你看到大部份的 其實都是以照顧中產為義貴,我認為這是非常惡毒的東西 他們眼裡面究竟有沒有我們這些基層市民 即是經常講公屋,公屋就不斷地講一下 你看到他們口號上面,福建高屋,真建高屋 沒有一個是認真想著說,沒有一個是認真想著 真的為我們發聲的,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麽今天要來這裏講,就是因為住屋政治行動 其中一個打正旗,我覺得一定要講公屋的東西 因為真是唯有公屋才能解決到我們的需要 而且我都見到,我們有些方案出來 是真的有街坊支持的 我希望聽到街坊要理解到一件事就是 沒有人可以幫到我們,不要想著靠政黨 你看到他們的往績 有誰出來說,打正旗號大聲說起公屋是喊得好行的,有沒有 這幾天他們之前不斷地講公屋,是不是只說居屋 不是我屈他們的,現實就是這樣 那沒辦法的,在這些情況下,唯有自己走出來 可能大家覺得,沒有,這些事好像不關我的事,不對 沒有,那看你怎麽選擇,我會直接說的 我通常對街坊就很脾氣和什麽 但我會直接說,真的沒辦法的 不是說要你去衝,不是說要你去殺人 但是最起碼你要覺得,嘩 我要有這個抗爭和抵抗的心態 這件事不是不存在的 我早上一個星期,就去了看這個 這個低心電梯工人的罷工 全部都是貧富大眾來的 底身七千多八千多 做到毆電的 他們都是夠膽罷工 你知道在香港罷工很嚴重的 有幾個都聽到的,隨時被人拆了 那份工 他們都是要出來 那些人覺得,嘩,不行了 那個情況 有人是害怕的 你想像都是普通人 最後霸了三天 結果不是非常之好 但是起碼未來幾個月 每個月補回一千元 有成果是會 問題是爭在大家 除了街坊之外還有其他朋友 我的說法也是一樣 不要想著整天坐在那裡 或者不停地看那些東西 改變是一定要透過抗爭才來 無論是基層的街坊也好 讀書的朋友也好 或者不知怎樣的朋友也好 最後再講 還有這些問題 房屋的問題 不是只是房屋的問題 你看到整個香港政府的做法就是 上面當然是盆滿撥滿 中產的有空就照顧一下 因為他們都佔有某些位置 不能得罪太多 哪些人都不用理 我們就不用理 基層的朋友就不用理 沒有組織沒有力量 我理你也傻了 我比穿我是政府我都是這樣 所以在這些位置 不只是房屋的 我們經常會聽 全民退休保障 我們退休之後 不知怎樣的現在 要不就是搞那個死人強積金 接著領會 我都說了 如果你用幾萬一 一個月去領會 買東西貴些有什麼所謂 就是真的基層市民 即是真的 你貴了些東西我們就大件事 是這樣的 真正受苦的 從來都是基層市民 所以很多不同地方的抗爭 就是有時候我們見到 就是譬如說 我們首先要理解一下 其實其他地方都在做什麼 譬如說 我們經常最容易聽到 社民連 今天在中環他們都在 就是 為何他們今天要出來抗議呢 為何他們今天會在那裡呢 就是因為他們就是 要反對 現在這個整個制度 根本就出了問題 貧富大眾 根本就是花一生的精力 要不就是住劏房 給你好彩的 就抽到公屋 要不就抽不到公屋 接著之後 或者再好彩 所謂好彩些 儲了十年 儲了首期之後 供樓 供三十年 供四十年 這個就是我們的命運 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見到 整個社會制度 是掌握著我們 而我們現在這個 住屋正義行動 在這個地區 做了一些在地的抗爭 這些固然是重要 我都非常支持 這個也是我們來的原因 但我都可以理解到 其實其他地方的抗爭 其實它跟我們一樣 他們走出來衝一下衝一下 他們不是瘋的 是因為他們真的覺得 這個社會有問題 尤其是基層大眾受苦 我都說 那天施政報告 我看到那些六七十歲的老婆 她說要全民隊友保障 我那天很累 早上九點幾十點我去到 之前那晚三四點睡 我去問他們 他們七點半就來了 就是個個大國在座全部人 很多這樣的人在 當然大家不會知道 因為新聞不會拍到他們 或者不斷拍到 你不知道他們有多辛苦 但是我也想說 就是我們要理解到 究竟整個社會裏面 有一班人 他們都是我們來的 那班人是佔大部分人 他們都是受苦的 而只要我們肯出來抗爭的話 我們肯出來的話 政府是要讓步 我們是不能靠其他人 這個也是因為 這個也是所謂 為何我今天要去中環的原因 也都是為何我要在中環 特意回來的原因 剛才給我看大家 這條東西 就是反到資本主義 一些很宏大的東西 我還有另一條 又帶著的 另一條就是公屋 我們是一定要講公屋的 就是這樣 那就講到這裏 多謝各位 好 好多謝三位講者 其實是的 整個不起公屋 而搞地產 不單是一個 經濟上令到大家很窮的問題 同時其實也是一個政治上的謀略 甚至這個都不是陰謀 講到明的 近日梁振英開始講 智業為何好 因為智業有助社會穩定 而這個講法 在九十年代 黃昇華在做火局的時候 也都寫在他的文件裏面 為何智業會導致社會穩定 很簡單 樓價這麼貴 你供死一切樓 你夠不夠膽去罷工 一定不夠膽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社會當然是穩定 當然是和諧 好了 我們如果不想要這些政治的壓打 或者經濟上的壓榨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需要更加多 不同的抗爭 或者食用 或者不同的設想 其實黃昇華是其中一個設想點 或者各位朋友 會不會有些事情想發表一下 又會問一下我們的港者 其實現在可以是一個自由討論的時間 港者有沒有補充 港者有沒有補充 其實我們要告訴我們 我們我們有一個小時 我們需要多了 然後我們可以說 那讓我們人知道 我們是要做人的 可是我們都是市民 的 就是我們 我們可以什麼 你全部都可以賺取 我們可以做的 那麼可以 我們可以去做 我們可以去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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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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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